大家好,我是大寶法王Johnny 就是大家的保險法之王 我專門來為大家破解各種保險法律上的疑難雜症 憂鬱症其實已經變成了一種時代的文明病了 根據統計台灣每年大概有40萬人飽受憂鬱症的困擾 也因此憂鬱症的治療方式不斷的在變革 除了過去傳統的藥物治療以外 還有一種就是白天到醫院精神科的復健中心 接受所謂的日間住院的治療和復健 所以今天法王就要來跟大家聊聊 這幾十天甚至上百天的日間住院的費用 醫療險可不可以離 曾經就有過這樣子的一個案子 小琪因為跟男朋友分手又失業 她就罹患了憂鬱症 經過醫師診斷治療之後 她希望小琪到醫院接受日間住院的治療 所謂的日間住院就是小琪早上10點到醫院遷到 下午5點到醫院遷退 她在住院的期間必須接受4種治療 一個治療就是藥物的治療 一個治療是職能的治療 一個治療是心理的治療 另外還有復健活動 總共前前後後小琪治療了200天康復痊癒了 這個時候小琪想到了說2011年的時候 她媽媽曾經幫她買了一個終身醫療險的保單 一天可以給付2000塊 她就向保險公司請求一天2000塊 總共200天的住院保險金 沒想到保險公司竟然說 小琪只是日間到醫院報到 你並沒有全天住在醫院裡面 所以這個不符合醫療保單裡面住院的定義 這個日間住院的活動呢 是小琪你自願選擇的 並不是一種必須要治療的方式 所以保險公司就拒絕理賠 到底這樣子的情形 小琪可不可以請求住院醫療保險金的理賠呢? 我們進入分析之前呢 一樣法王都會跟大家分享一些背景的知識 日間住院這個名詞呢 也有人叫做日間留院 根據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的定義 它的原文叫做部分住院 也就是所謂的partial hospitalization 患者呢她白天到醫院 晚上回去跟家人或者是跟社會相處 是有助於她的重症或者是憂鬱症的康復 關於住院的定義其實有四個基本的要素 第一個就是經過醫生診斷 第二個必須入住醫院 第三個實際辦理住院的手續 第四個就是實際接受醫生的診療或治療 這四個要素 法王要跟大家講一個很重要的時間點上面的分野 就是2014年的1月22號 我們的公會修改了住院醫療險保單的示範條款 這個新版的住院醫療險的保單 它又把住院分成兩個指向 一個指向叫做不包含日間留院 另外一個指向叫做包含日間留院 那麼就看被保險自己的需要 在舊的保單的時代 因為沒有這樣子的分別 就造成了很大的一個爭議 自從日間住院或者是日間留院 這種治療方式出來的時候 它的治療期程有時候是幾十天 甚至一兩百天 每一次跟保險公司請求理賠的金額 動輒就是幾十萬 那如果每個人都來請求幾十萬的話 保險公司不就賠到哀依紅片野了嗎 依據我們的保險法的規定呢 如果說保險契約的內容 模糊不清模擬兩可的話 保險契約就應該要去做 有利於被保險的解釋 為什麼呢 邏輯很簡單 因為我們現在的保險契約 用的都是定型化契約 那定型化契約條款誰你的 保險公司你的嘛 法律就規定說 這個時候要做不利於你保險公司的解釋 所以我們就可以說 這個時候保險契約條款是很模糊的 我們的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呢 才會在2014年的1月22號 對於保單條款的內容做的修改 因為在小齊的例子裡面 保險公司增值說 小齊接受這樣子的日間留院或日間住院的治療 是小齊自己選擇的啊 但是呢 法王要告訴各位 所謂的必要性的醫療呢 在保單裡面有規定 叫做必須入住醫院治療 那這個必要性的判斷 到底應該要怎麼判斷呢 小齊的整個醫療過程 其實在他的病例紀錄 還有每天到院的護理紀錄裡面 都記載得清清楚楚 如果有這些清除的紀錄 法院一般來講都會去採納主治醫師的 專業的意見 好 那麼談到這裡 小齊到底可不可以獲得理賠 來 讓法王關奶 法王看到的是 小齊其實是可以獲得理賠的 因為小齊的這個保單 是他的媽媽在2011年的時候幫他保的 新舊保單時間點的分野 是在2014年的1月22號 所以說小齊的保單當然是一個舊保單 法院一般是認定 舊保單就算沒有把日間住院或日間留院做一個很清楚的規定 日間留院和日間住院其實就算是住院 所以說住院醫療險的保單是可以理賠 在這裡呢 法王要提醒各位 不管是舊保單或者是新保單 對於同一個原因同一次住院 事實上都有理賠天數的上限 那這個理賠天數的上限呢 各家的保單不一樣 從30天到365天通通都有 所以小齊假定是住了200天 他的住院醫療險的保單最高只賠到180天的話 那麼小齊仍然只能獲得180天的住院保險金的理賠 講到這裡呢 法王呢 跟大家講一些心理的話 陪伴憂鬱症患者呢 請千萬不要帶著批判的眼光去看他 不要認為說你有病所以我陪你 而是要告訴憂鬱症的患者 我就是來陪伴你一起度過的 日間住院或日間留院 事實上只是一種治療的方式 家人朋友親情之間的支持 才是讓憂鬱症的患者快速康復的良方 法王真心希望每個人心裡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快快樂樂 我是大寶法王 我專門破解保險市場上各種似是而非的說法 為大家指引一條明路 點起一盞明燈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歡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要按讚分享並且訂閱 再加上幫我們按一下小鈴鐺 好啦那這集就到這裡囉 大寶法王說好險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